歡迎收看WordGym小劇場 別忘了訂閱及開啟小鈴鐺 把健康加入你的生活日常喔 擔心他們會不會受傷 或是不能好好上課而影響課業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 讓孩子多活動 對他們長期的健康有很大的影響 甚至還能幫助孩子情緒更穩定 家長們可以參考以下三個方法 看看自己孩子的活動量是否在正常之內 就不會那麼擔心囉 1.辨認過動症的方法 多數的小孩都曾被大人家長說太過動 開開玩笑也罷 但太認真可就不好了 依據精神醫學診斷原則 患有過動症的兒童 必須持續六個月以上 常有不專心、過動、衝動等狀況 出現頻率要比同齡小孩都來得高 在經過醫師診斷後 才能確定是否為過動症 根據國外研究結果 過動兒成長至青少年後 好動情形逐漸改善 自然寬解約發生在十二到二十歲之間 三分之一的病童在長大成人後 症狀可恢復與正常人一樣 或三分之一的個案 應無法適應學校及家庭 而淪為不良少年或發展出反社會行為 情緒障礙或藥物濫用等問題 所以家長們若擔心孩子有過動傾向 應長期觀察孩子好動的原因 若問題太嚴重了 再尋求醫師診斷 才能確定是否需要治療喔 二、孩子進不下來 爸媽怎麼做 是否也遇過小朋友在逛賣場時失控的狀況 當孩子看到喜歡的東西就衝過去拿 或是在櫥櫃之間鑽來鑽去 造成其他客人的困擾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父母要少用指令式的口吻 必須先抓到孩子的注意力 才能明確有效的與他們溝通 建議各位家長帶小孩去賣場時 要開始購物之前 可以給孩子小任務 像是幫忙找購物清單上的東西 當他們有事情做的時候 就會忘記調皮搗蛋 並在孩子完成任務時給予鼓勵 增加他們的自信心 相信他們下次去賣場的時候 會樂於幫你做事情 3.靠運動發展孩子的性格特質 運動不僅能滿足孩子的活動量 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 愛運動的孩子 記憶力、整合力、應變能力也越好 從運動養成的團隊合作精神 忍受挫折、耐心、領導特質等 更是孩子以後不可或缺的技能 許多國外研究跟官方建議 會走路的小孩每天所需活動量約180分鐘 這裡所指的活動是指耗能的活動 例如走、跳、跑、玩躲貓貓等 而台灣孩子普遍的活動量沒有達標 但是家長不需要有壓力 可以漸進式調整 先從5分鐘變15分鐘 15分鐘變30分鐘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帶孩子去優良的遊樂場所 不僅安全 有老師帶著他們一起活動 父母更安心 從小培養運動習慣 說不定以後就會和林舒豪一樣 是愛好運動的高材生呢 想要保護孩子又希望他們能健康成長 最佳方法是幫他們找到安全釋放活動力的出口 當然如果覺得孩子有過動症疑慮 別忘了先帶去給專業醫師評估 有必要時即能盡早治療喔 大家好 臥軍世界健身為了打造安心的運動空間 會員進場前請先了解防疫相關規定 並配戴口罩及於入口處 經由紅外線體溫感測儀確認體溫 在俱樂部中沒有使用設備時請常配戴口罩 而使用設備以及上有氧課程時可以不配戴口罩 我們在櫃台以及運動空間中都設有酒精工會員使用 團體課程結束前5分鐘會請會員一起清潔消毒器具 而我們防疫消毒團隊會每天定時消毒所有器材 以及會員手部容易觸碰的器材手把、門把、面板等 並請所有工作人員落實健康管理 健康防疫需要你我一起努力 讓我們一起加油吧 配合 鍵 4 5 7 5